另外,这个牛仔的褚衫款是另外一个风格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版型、正常的设计 没有拼接的效果 这个是较近一个男装褚衫款的版型为主 你看到有一个oversize cut 有一个后腹的延长厌纸味的效果 它的车线造工是这样的,double line style 另外,它的楼位设计也挺漂亮的 全部楼都是这一只楼 復古的皮质的效果 带光面亮的 整排楼都是这个 空袋位也是有的 这个空袋位是假的 这个我就比较建议做外套款 因为它的cutting也是比较宽松为主 你来搭都是非常friendly的 搭什么都没问题的 那就不挑剔的 这个就可以薄薄地当外套款穿的层次 我现在就搭了一个较近色通的style 如果你喜欢搭配 其实我好像蓝色比较少出镜点 对了,先搭配多些 搭配蓝色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自己牛仔方面 开始习惯搭配牛仔 牛仔或者牛仔蓝色 我都觉得都开始接受到 是的,出来的效果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 这个是一个带灰色通 有洗水纹里的效果 也有一些石磨的颜色 所以它不是一个纯色的牛仔布料 它都是有一些少少深浅对比的一个造工 那种类型的牛仔蓝色 无论是三脚、三身、袋位、拼拼 剪材、接膊位的 detail里面 都是有这些效果出现的 所以牛仔蓝色的牛仔蓝色 它都是有深浅分明 好像是链开了这样的状态 这个比起平时的 就是classic 一些 或者standard一些的牛仔褂 这个就有多些少少随意的style 当然牛仔褂 classic 牛仔褂 cutting有它们自己的风格 这个就有些松茸一点的效果 我摺起了两下 这个厚度也很friendly 也是很舒服的一个质地 软身的牛仔布料